淡海青鬼一日假套套 还能逛健康小农市集 淡海青鬼去年底通车 让大家到淡水小旅行 又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 而除了参观沿线景点 青鬼各站附近 也有不少美食店家值得探访 大家可以花个一天时间 来一趟青鬼慢食小旅行 由Day盘JES夫妻党开设的这家小店 会在淡海青鬼干蒸林站附近 主打以无毒蔬果料理 早午餐特别受欢迎 我们自己住在红树林很久 然后有了小朋友之后 需要新鲜的食材 所以在食材的挑选上面 我们是选择安全 然后很新鲜的家用的食材 那我们认为就是说 吃东西你必须吃 吃到食材本身的味道 因为你太多的调味 你会盖住它本身的味道之外 你会不知道直接吃什么 由于许多顾客是社区的老人和小朋友 这款不必费力进食的罗勒鸡腿炖饭 成为店内人气产品 而食量大的人 也可以试试6盎司的扎实汉堡 除了贩售食物 又与小农合作 这家餐厅还结合小型杂货铺的概念 店名强调是市集餐厅 贩售健康的食材 厨房用品等等 同样位在甘震令站附近 还有一家甜点店 简单的那一桩 有着欧洲乡间小店氛围 老板娘擅长制作 道地欧式的咸甜点心 可以来这里用下午茶 因为我是在荷兰长大 所以我在那边所受到的教育 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 很朴实 我们生活里面所碰到 吃的也好用的也好 都是要耐用耐抗 这家咸甜Mideley 最受欢迎的莫过于柠檬塔 酸度鲜明 不少台北市区的客人都专程来买 老板娘集结欧洲各地的亲友 传说给她的食谱 除了有来自各地口味的甜食 就连千层面也是 道地的意大利风味 会在淡水行政中心站周边 这家中式餐酒馆 亨米厨房 可以当作晚餐的好选择 菜色南瓜 客家 川菜 台菜 江浙菜 像是亨米雪花鸡 由客家人坐月子吃的酒酿鸡 演变而来 入味的鸡腿肉 加上宛如雪花般的酒酿 吃起来微甜 带淡牙酒香 成年菜脯鸡汤 是另一道鸡汤料理选择 汤料还有蛤蜊和老菜脯 可尝出不同层次的鲜甜鲜 还有带筋少油的猪腱骨 做出来的自然排骨 都是下饭好菜 如果在淡海新市镇待到深夜 完全不用担心会饿肚子 这里还有厉害的居酒屋 以不禁腌制的新鲜食材 直接抹酱做成的烧烤最为特别 光是鸡肉的选项 就有将近30款才幽型串法 烧烤时就能达到 外苏内纳的双重口感 这家鸟梢临近新市一路站 这一代已有不少新市镇住户入住 所以带着疲惫感的上班族 不少人会来此释放压力 我们目前店里面的年龄层 大概的分布 大概差不多是在35岁到45岁的这个 range 那也是以周边的住户普遍居多 那也有蛮多的上班族 也下了班之后会想来小说一下 不感动新闻 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